每次領到年終 大家會想拿來做什麼呢? 出過旅遊 或是全部拿去投資? 其實這些都不是最有效的使用方法 Smart支付要跟各位讀者 分享一個很棒的年終使用方式 在拿到年終的時候 大家可以優先規劃 四個每年一定要支出的費用 像是稅費、寶費、春節支出和學習費用 稅費包括了每年要繳的所得稅 預先留下來就不怕要繳的時候戶頭空空囉 除了稅費之外 平常沒有預留寶費習慣的人 也可以利用年終獎金來繳寶費 到這邊如果還有剩的話 就可以拿去準備一些春節支出 像是包給長輩的紅包 最後也別忘了留其中的一部分 作為自己的學習費用 提升職場競爭力 讓自己未來能夠領到更多的年終獎金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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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